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课程是营养学的课程 那今天的主题是国内外国民之营养趋势 我们的教学大纲是介绍国内国民的营养趋势 还有国外国民的营养趋势 肥胖的问题,餐饮的趋势 那我们的教学目标是认识并了解国内国民的营养趋势 认识并了解国外国民的营养趋势 认识并且了解肥胖的问题 认识并了解餐饮的趋势 国内外国民的营养趋势 因着国家或者是地域的不同 饮食习惯也会因着种植文化而不一样 所以呢,可以产生的疾病那就不一样了 那在美国,因为肥胖人口逐年增加 造成医疗费用的增加 因此肥胖不仅是个人的卫生健康的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社会国家的问题 那肥胖呢,已经成为个人必要的知识 以及行动刚领 那这个减肥 已经成为个人必要的知识跟行动刚领 也就是说,减肥这件事情已经未成了风气 甚至于是社会国家必要推动的一个行政策略 那肥胖的增加造成整个社会国家的问题 肥胖最容易造成的糖尿病 心脏病、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中风、痛风 以及骨质疏松等这些文明病 那肥胖所影响个人的行为 包括个人的信心会降低 人际关系会变差 就业机力也会变低 不喜欢活动 而且呢,个性会比较内向哦 而且会不喜欢交朋友 更难成婚了 那个人的肥胖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增加哦 包括他的就是肥胖的一个副作用 比如说个人的肥胖会造成动作变慢 反应变慢 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意外事故 而增加了医疗费用 也就无形中增加了许多的社会成本 肥胖不仅是个人的一个健康 就业 就业 交朋友 还有婚姻这些问题 而且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 增加了医疗的费用 也就是增加了社会的成本 更增加了整个社会国家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部分 我们还要认识一些新饮食的原则 以及维持健康的一个生活 那台湾社会哦 目前渐渐走入高龄化的时代 需要更多的养生资讯 以及维持健康的一个生活品质 降低疾病的罹患率 享受优质的人生 更年期的中年人 在饮食方面 更需要调配的当 否则很容易产生生活上的一个损害 或者是功能性的一个失调 以及生活能力的受限 造成生活不能治理 更严重者会造成死亡 那在新的饮食的一个原则 我们会认为说 要预防文明病 那这个文明病呢 就是包括中风 心血管疾病 癌症 骨质疏松症 那这些呢 都是跟饮食有密切相关的疾病 那新的饮食的原则呢 是除了采用所谓的均衡的饮食 并且要减少食用的油脂 也就是要遵守着金字塔饮食的原则以外 还要应该减少 还要减少油脂的摄取量 多多的摄取蔬菜水果 也就是多吃蔬菜水果 那在一个新的饮食的原则 重点呢 是建议每天每人都应该在油脂的摄取量 应该在总热量的30%以下 近年来更要求在25%以下 每天需要 就是以每天需要量2000大卡来说呢 就是每天需要600大卡是来自油脂 每天呢 就是要少于65克的油脂 包括看得见的油脂 看不见的油脂 都是属于油脂 那在油脂的部分 认为说 饱和脂肪酸应该占总热量的10%以下 饱和脂肪酸应该占总热量的10%以下 但库存含量每份食物呢 也不可以超过100毫克 那比如说 亚麻油酸 Lenoic Acid 是人类的必须脂肪酸 它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 以及罹患癌症的几率 存在在植物油 以及鱼油中含量最丰富 所以我们称为 人类的必须脂肪酸是 亚麻油酸 那植物性的油脂 一般植物性的油脂 在室温下 是呈现液态的 那比较多的 含有比较多的 饱和脂肪酸 它是用于 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而且对于不饱和脂肪酸 并不适合过度的 油煎 油炸 这样的调理方式 也就是太高的温度 会使得不饱和脂肪酸 造成过氧化 那像橄榄油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比较高的油脂 最好能用于 凉拌的喷调方式 来保持营养价值 那消费者读了食品包装的 营养标示 在消费者应该要学习自己 平常就在摄取 或者是买的时候呢 就要学会读食品包装上的 营养标示 作为采购食品的一个指标 也就是说利用食品的 营养标示来教育自己 也让自己知道 他吃进去的食物 含有哪些营养素 那食品厂商也应该做好 营养的标示 让食品的一个相关资讯 正确的营养的标示呢 可以让消费者知道 这个食品所含的营养素的含量 确实的含量 那这样的相关知识呢 是应该食品厂商提供给消费者 那营养标示呢 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是在1990年颁布实施了 营养标示的这样的条款 而且来教育消费者 他所强调的是食品标示 应该有食物的食品的名称 制造的厂商的名称 制造厂商的地址 内容物 添加物 还有它的重量 有效日期 保存方式 那除此之外 也应该要标示 营养含量 总之 消费者就应该利用 这样的食品标示 来选购你的食品 目前我国对于厂商的一个营养标示的一个要求 是做厂商自愿营养标示含量为主 而且强制 并没有做强制厂商标示营养含量 所以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 就可以依据这个食品的营养标示 上面的一个讯息 仔细的阅读 知道食品的营养含量 配合个人的生理需求以及状况 来评估自己所需要的营养数 来做最好的食品购买的一个选择 一个依据 接下来我们介绍饮食的文化 对于选择食品的基本决定因素 是跟着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的因素 而会有所变化 那这样的变化就是影响了饮食的文化的一个因素 那每一个人对于食品的选择因素 总是受着很多复杂的因素而互相影响的 其中最基本的因素 就会影响着人们的吃的习惯 还有保守性的一些价值观 或者是对食品的认知 以及整个社会的一个动态变化因素 那这些种种因素都影响到饮食的一个文化 那社区的营养以及饮食的文化部分 包括了种族、宗教、文化习惯 这些都是影响人们最深的部分 那有很多新的因素 更产生了互动的一个动态变化 包括了社会的经济 以及科技、环境的因素 还有它的愿景 对未来的愿景 而这些都会增加一些幸福感 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些食品 以及所造成的饮食文化 是直接会影响到幸福感 人们的幸福感 好 那饮食习惯的部分 因为饮食的习惯 饮食的文化 渐渐的转变 带给全世界营养学者们 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员 有很大的冲击跟挑战 因为饮食的习惯 快速的在改变 那这个饮食习惯 快速的改变 有三个层次 也就是说 世界中国家的一个发展与改变 移民增加了 种族的差异性的冲击 还有食品文化的主流 都在改变 所以这样的饮食习惯改变呢 就非常的快速 也就是说挑战增加了 那饮食的文化 以及整个习惯的改变 就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 也就明显的改变 从开花中国家 约有40%的人口 都住在都市地区 那饮食跟健康 明显的改变的地方呢 就是市政 那这些市政 就是政府最有力的 影响地方的 一个地区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饮食改变 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 在市中心的一个经济 向来是现代化 以及社会化 最快速的地区 那么市政的成长 就是一个变化的一个累积 都市化成长越快 就依赖 依赖着现金交易就会越多 人们呢 就不再依赖家庭的作物来存活了 也就是说 人们对于饮食的改变 可能就会影响到健康 也就是说 社区的饮食 以及食物的供给 这些面面 都会影响到饮食 人们饮食的改变 也就会影响到个人的健康了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新饮食与营养素 对于健康的冲击 因为人们失去了传统的食品 也就是说 当了当除去了传统食品后 面对不熟悉的新食品的时候 那么可能会不知道如何去购买 如何储存 以及如何喷条 更不更无法说享受新产品 也就是说 无法得到足够的食品以及营养 那使用零食呢 也就是说 多数的人们 无法揭露优良的西方生活方式 和食品的正确 正确的一个使用 以及真正的精髓 缺乏对于其他食品 更实质的评估 以至于滥用 滥用这些零食 而造成肥胖 那这些新的健康问题 也就是产生了文明病 新的健康问题 在已开发国家中呢 就是最常见的 但是在传统乡下社会呢 还很少见 那这些疾病就称为文明病 那但是在这些移民中 就是说移民到比较都市化的国家 或者是说已开发中的国家 那么得到的文明病呢 也是一样多的意思 那这个移民呢 种族的分歧增加 对于整个生活的一个价值 还有健康的照顾 需要就更多的 需要有更多的认知 对于文化以及饮食的行为 就需要有更多的新的一个建设 所以美国有很多不同的种族背景 丰富了许多的文化 饮食的文化的一个形态 也就是说 饮食 美国的饮食文化已经参入了许多不同食品 和食品的形态 比如说有披萨 鸡汤 甜点 那这些都是移民 移民后 种族的分歧 所造成的一个变化 那美国有了这样丰富的饮食 饮食文化以后 它的饮食形态 就会有很就很多元化 包括美国西南方的喷条 就传承了美国本土 以及墨西哥 西班牙 还有化国的喷条 那美国的主食呢 有了 有了玉米 土 土豆 以及南瓜 番茄 还有马铃薯 这些更引进了牛排 鲜香料 还有意大利锅 也会受到法国人 喷煮米饭 虾子 小农虾 那美国的农仔 牛仔哦 美国的农仔 牛仔呢 更贡献了烤肉以及烤肉的这个饮食习惯 那墨西哥人呢 对于玉米 玉米饼啊 以及辣椒 胡椒的贡献 那就是丰富了整个美国的饮食文化 那在这样的移民呢 可能保存了他特有的文化 也就是保存了他的语言 文化 还有特性 饮食习惯 那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区 那孩童呢 生活在这个美国主流的文化中 在学校更容易受到影响 因为学习了西方的文化 也就是说 这些美国的孩子 在两代间 以及两种文化间的一个冲突 面对这样的冲突 相信整个美国文化 是整个文化以及社区 还有家庭 非常严重的一个冲击 那整个社会文化的变化 以及变迁 使得文化更加多元化 就像职业妇女的人口数增加 从2000年各种各民族的女性 都投入更多的人力 在劳动的市场 已经占了47% 比相较于1988年45% 是更多了 那到了 到了51%的这个职业妇女呢 都接受过了这个专科大学以上的教育 那这个51%的职业妇女就会影响到 整个社会的一个多元化 以及饮食文化的一个提升 那相关于数十店的增加 而且是快速的增加 因为这些职业妇女在家庭的一个角色的变化 以及影响到备餐的时间 喷调的时间 还有它的方式 职业妇女的增加 所以呢 数十店也就跟着增加 在家吃饭的人口呢 越来越少 早餐跟中餐 根本就很少在家吃 所以呢 75%的家庭哦 在家是吃晚餐的 已经慢慢的降低了 以前的数据可以看到75% 现在可能这样的 在家吃晚餐的百分比呢 是逐年假下降的 因为职业妇女工作的关系 缩短了配膳的时间 孩童们下午也可能安排了很多活动 很少能够一起吃晚餐 更不要说吃早餐跟吃早 吃中饭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特别介绍的 就是说 这个饮食 因为多在外食嘛 外食呢 就要特别注意食品的卫生安全 自从1991年 FDA发布了 E.coli OE57 H7 所造成震惊的食品中毒案件以后 消费者更加注意食品的安全 对于注意消费者 关心的一个焦点的转移 使得FDA在1996年所加强对于肉品跟禽肉的一个检验 消费者已经增加对于已包装新鲜肉品的一个情绪肉的一个购买 他们呢会寻求 争相寻求找新的操作安全指引以及营养标示 也就是说消费者会更加的注意到包装上面所标示的新鲜的肉品或者是情绪肉品的购买的时候 他们会注意到是不是有检验合格这样的一个标示 除了营养标示之外 还有这些操作安全的指引等等 那美食呢都这样子 就是整个各地区都蓬勃发展 也就是说美食啊还有这些食品呢 特殊种族的美食各处都突发异均的这样子蓬勃发展 在家招待客人或者是说美餐采用这些特殊的美食 都正几乎是说年年的一个消费量都提升 而且呢几乎每个消费者的一个意愿 他们会去看这个美食的节目 所以呢展现的厨艺啊食品啊各方面的品质啊都在增加 所以呢家家庭主妇们 他们呢在花卉在烹调食饮食的时间变少 但是他们呢还是可以很充实的得到很多的营养素 因为他们可以在超级市场以及以及一些大卖场 可以买到符合消费者所需要的一些半成品 或者是一些成品 这些特殊的美食啊 也就是说超级市场会提供这种特殊美食精致的组合餐 包括了半成品 素食品 甚至于有外带野餐盒 还有野餐篮 这些都是创造式 创造式的一个盒餐或者是餐食 也就是美食都在增加了 那素食店呢持续保有很高的成长率 几乎每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都是外食者 也就是说有一大半 有一大半的外食店都在 就是说美国人呢有一大半的人都在素食店用餐 相当于每天有四百四百六十万 应该是说四十六百万的人们在素食店用餐或者是外带 外带食品 也就是在美国两千年以后 素食食品的服务消费总额啊 已经达到美金四百亿 素食店持续保有很高的成长率 那职业妇女的增加 双薪生癌家庭的成长 家庭成员多元化的作息 人口老化 还有单一或者是仅有两人的家庭组合 造成的素食店符合多人的需要 因为素食店的快速 价格合理 容易取得 造成素食店成长的一个因素 那近年来餐食的应变 包括了领导素食连锁店的麦当劳汉堡王 以及以及一些炸鸡 炸鸡 德州炸鸡 这些都是已经完全改变了油炸食品 由动物脂肪的百分 改为百分百的油脂 油脂 植物油脂的一种 一种使用 但是却多了一个反式脂肪酸的问题 那这个多数的连锁店 就会发展到健康的低脂 健康低脂的菜单 或者是采用均衡的饮食 来提供热量 以及脂肪量的一个资讯服务 那这些都是要反映消费者 对于健康的关心 餐饮是一个求心求变 多元化的一个变化 也就是说预测食品工厂 未来将增加外送的服务 提高高品质的自动放卖机的食品 跟包装好 可以在餐车上 或者是家庭中 简单的微波加热料理后 就可以食用的食品 在这新的纪元里 餐饮是求心求变的多变化 可以预测的呢 就是说未来是要有 更有效率的健康饮食诉求 以及有提高服务品质的一个提升 才能够被重视 才能够迎合消费者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些例题 常见的国内营养的问题趋势 有哪些呢 常见的营养问题 包括了肥胖 文明病的增加 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营养问题 包括营养的不均衡 例题二 国外的营养问题的趋势 国外的营养问题 就是肥胖 营养过剩 造成文明病的增加的趋势 这些大概就是 可以从我们刚刚课题上 讲的内容可以查询到 那例题三 素食品成长快速的原因 因为职业护女增加了 外食 人口增加了 这些都是增加了 素食 素食食品成长快速的原因 那例题是 餐饮市场的趋势 但是餐饮市场的趋势 目前就是以素食 素食食品 而且服务品质高的食品 精致化 快速 可以快速 微波加热的一些 半成品 以及成品 都是未来餐饮市场的趋势 也就是说能快速的 快速的得到这些食品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总结跟回顾 也就是说以上的课程 你已经了解了国内的国民营养趋势 并且也了解了国外国民的营养趋势 也认识了肥胖的问题 并且了解了未来餐饮的一个趋势 那以上这些都是我们的课程 所以今天 我们的课程